鄉親啊 繼續來看是這個 台南鐵路地下海的工程 影響鐵路線三百多元人家 經過八年的空間 無人村一戶 無願意來判斷 歡迎鐵路牽涉 自救火再去到檢察院來頂情 提出到鐵路牽涉 侵害人款的修正 要向檢察院上彈局來討人款 警察都怪手把你圍起來 然後說要跟你溝通 要你簽 同意才簽書 這是非常明顯的違反 國際人權兩公約的原則 而且國際人權兩公約也講很清楚 在武漢肺炎的疫情的時間 不應該進行強制破簽 這位自救火會長說 這個檢察院長彈局 兼任到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主委 在就一個電力有來講過 說的敲碗 董派 火到重情的祖中 地力速度 民怨和政府的紀律 他說自救火對檢察院有最多的紀臺 所以向檢察院來頂情 希望跟機民 向佛大的財產 人價款和生存款 幸福音